有朋友发誓信来问我特好奇 戴套和不戴套 女生的感觉各是什么样子的 我采访了一些女生精选的部分有代表性 一起来看看对齿她们是怎么说的吧 网友露露的来盖 二十四岁 戴套不戴套做 我跟我男朋友都试过了 先是说戴套吧 就更安全也更放心吧 你不会去想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但是之前我俩试过也会不戴 可能我们一直都是有戴着套的 但是每戴竟然还有点不习惯 具体没什么感觉的话 因为都是直接这样子接触嘛 好像会更舒服一点 但你说真的舒服很多什么的 也没有 因为她更快的色了 最后还得吃避孕药 而且其实吃过以后还是有点担心 所以自从那时之后我们还是觉得 在还没有打算结婚 要还是之前还是乖乖戴套吧 阿洛 二十八岁 之前性生活的时候都有戴套 不过我跟我老公最近在避孕阶段 所以几乎都是没有戴套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也是有资格来说一说 就我个人来讲 我会更喜欢更享受不戴套时的感觉 因为不戴套的话那种感觉更美妙 有种难以形容的特别感 我不戴套做比戴套做高潮了好多次呢 而且戴着戴着总感觉有东西束缚着 隔着一层膜 再怎么说也没那么精进 有过对比之后就会更喜欢不戴套那种夫妻生活吧 反正我们夫妻是这样子的 可能别人更喜欢戴套也不一定 都很正常 来自网友芝芝花 43岁 我是一个信誉比较强的人 对新生活质量呢 也要求比较高 但在没有小孩之前都不得不戴套 毕竟考虑到更强远的问题 后来孩子也有了 我们就商量着不戴套做 适合吃病药 最近呢也商量着去做结杂的事情 然后发现不戴套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戴套做的话 女人下面就会变干 虽然说避孕套上面有润滑油 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效果 但这种很快就会被消耗掉 维持不了很长时间 可能和我不太分明 爱严有关吧 一旦做的时间强了 润滑油的效果基本就消失了 那个时候就只剩下个套了 变得很干会痛 来接我 春天来了吗 26岁 我能说对我来说没差吗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感觉 可我确实是没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他带给我的话觉得OK 不带我也觉得OK 因为舒服不舒服感觉好像都一样 知道后也没有执着的性生活 带套不带套这个问题了 一般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可能是每个人身上身体的原因吧 不过我还是会让他带套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阶段的话 还没有要小孩子准备 而且我也不能经常吃避孕药 对我身体也不太好 感觉还是带套 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吧 来自一位网友 冰箱超可爱 23岁 我避孕套顾名 其实一开始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情况 但每次做完之后 下面都很不舒服 调整好几次也没有什么效果 也许我就让他换一个牌子的避孕套试一试 也差不多没用 所以带套做给我各个方面感觉都并不好 那时候我们就说 要不别带套了吧 我坚持吃短期避孕药 不带套呢 做的感觉真的舒服很多 主要是下面不会难受 而且挺舒服的 后来呢 我们就一直维持着这种状态 到现在 不过我最近也在调理中 看顾米这个问题能不能改善解决 因为虽然大家都说 短期避孕药没啥事 但我觉得 它毕竟还是个药啊 来自网友 柠檬金 30岁 我主要谈谈心理上的感受吧 因为 它对我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 并不小 之前我跟我老公还在谈恋爱的阶段 一次我们没有 带套座 10号也吃避孕药了 但没想到是怀孕了 终于考虑到种种之后 孩子拿掉了 老实说 就没有带套座 我也没有觉得多舒服 而且还付出了一票生命的代价 所以重来以后 除了我们打算要孩子那个阶段 我跟我老公每次做都要带套的 这个感觉我觉得也还是因人而异 但最好还是得考虑得多一点 所以带套和不带套对女生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从生理上的角度来说 避孕套最大的影响在于影响了温度和湿度的一个感知 但是从女生的角度来说 男生的丁丁是一个轮廓比较薪明的存在 他的比例和形状都有可能带来不一样的刺激 尤其是丁丁的龟头的边缘 在没有戴套的情况下 戴给女生触感会更舒服一些 可是戴了头之后呢 感觉就会弱化 所带来的刺激 舒服感可能就会降低 不过毕竟每个人的体质和喜好都不一样嘛 很是会有一些出路的 而且现在有很多套套像是 能满足男女各种各样不同的需求 戴套和不戴套的感觉 每个人都有所不同 但我们也不能只考虑感觉上的差别 而忽略其他的可能 究竟应该做如何选择 还是因两个人互相相连沟通才是中介